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司法判決不公 市府出來面對 司法判決不公 司法判決不公 市府出來面對 市府出來面對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來這裡 我們今天是來控訴恐龍 法官殺人駝鳥是否踹狗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是一個這樣子的訴求呢 台灣高等法院之前 對於從化會申請 要強制拆除黎明幼兒園 然後去控告黎明幼兒園 這個妨礙工程進行 這個拆除地上的案子 他們判決黎明幼兒園敗訴 那他們的理由其實非常荒謬的 他們的理由是2008年 市政府就已經核准 單元二從化會成立 所以他的理監是合法性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跟著這個跟三省的 決議出爐我們發現到 台中市政府從化會 跟這個我們的高等法院 他們的責任是非常重大的 我們的從化 他本來是一個號稱 為了人民的公共權 居住權 為了要創造一個更好的環境 所創造出來的一個制度 他到現在是什麼 他只是一個財團謀利的工具 到最後把黎明幼兒園 這樣子不願意加入從化的人 推入一個死胡同裡面去 那我們對於這樣子一個荒謬的 沒有法人依據的這樣子的 感覺是非常的痛心 非常的失望的 我們認為高等法院 他實際上並沒有去追究台中市政府 在核定黎明從化會的成立時候的行政書 他並沒有確實去落實去檢核 黎明從化會他在成立的時候 他的各項的這個文件 到底是不是有完備 到底是不是具有合法性 那從這一次更三省的這個開庭的過程裡面 我們的律師已經非常清楚的提到 這個我們的單人二的黎明從化會 他在這個他們的選舉禮監事的過程裡面 是沒有做記名投票的 但是很顯然根據我們的辦法 我們的禮監事選舉 應該要應該要有這個會員人數的二分之一 跟土地面積的二分之一 他才具有合法性 那從化範圍內既沒有會員人數的二分之一 也沒有土地面積的二分之一 他怎麼可能會有合法性的確立呢 那既然他不是一個合法的從化會 他當然就不具有從化會的權利 他當然就不應該能夠來申請 強制拆除黎明幼兒園 所以今天單人二黎明從化會 他可以來拆除黎明幼兒園這件事情 台中市政府是要負起非常大的責任的 所以我們今天在此提出三點訴求 我們呼籲台中市政府不要再駝鳥心態 現在就下來來給我們一個訴求的回應 我們第一點要求台中市政府 去撤銷單人二黎明從化會申請假執行的決議 第二點我們要求林家長市長 他必須要出面召開 黎明幼兒園從化會跟台中市政府的三方協調會 第三點我們要求台中市政府撤回2008年 合定黎明從化會的這個行政處分 並且徹底調查 我們知道楊天生他們的這個長藝集團 之前又已經被爆出有偽造文書跟詐欺的問題 為什麼到現在這個黎明從化會還可以存在在現在 還可以來申請拆除我們的黎明幼兒園 這是我們非常不樂見也對台中市政府非常失望的事情 黎明幼兒園在兩年前的這個時候也是面臨強拆 很簡單每一個人都有家每一個人都有土地有房子 幫你的家要被政府當強盜把你的家把你的土地搶走給財團 你們說你們能接受嗎 不提 能接受嗎 不提 在重化的過程當中 重化會的組成 確確實實是不合法的 請問台中市政府你怎麼合成他的 是不是官政勾結 是 是不是官政勾結 是 苗栗大譜 苗栗大譜 六平也因為被拆掉 然後政府 九平把它蓋回去 那麼請問 黎明幼兒園如果被拆 我們要不要公平 有 要不要 請政府蓋回來 有 要不要追究台中市民事長的責任 有 我希望大譜事件是最後一件 該的大譜 拆了全國各地的 莫簽 哪裡哪一個縣市不拆 我希望 趁穩 林家龍 民進黨 好好出來面對 不要再破千人民了 好好的愛惜 我們國家為的人育苗 黎明 讓黎明幼兒園 原地保留 要接受好不好 好 兩年前 我以一個母親 一個公民的角色 我知道黎明幼兒園的事 當時我好震驚 七個人竟然就能主導重化 主導你家會不會被拆掉 這完全違法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 違反我教育孩子的理念 目前黎明幼兒園又陷入了被拆的危機 今天有許多親子共學的爸爸媽媽站出來 有很多民眾站出來 我們不僅是聲援黎明幼兒園 我們也是聲援自己 高等法院的判決向台灣人宣告 在台灣 有人要搶你的家 並不需要理由 這樣合法嗎 不合法 這樣合理嗎 不合理 今天是拆黎明 明天就是拆你家 或是拆我家 對人民的壓迫跟掠奪 我們絕對不能容許跟默許 明明幼兒園有大樹 綠地 宛如水泥城市中的小森林 數十年來提供幼兒園豐富的生活 與生活體驗 也培育了數萬名的學生 這是一個優質的教育環境 著眼教育的發展 兒童受教權 這個幼兒園的環境 我們不能被重化會犧牲掉 我要提出三點的批判 第一 重化會跟法院 完全是攤贓枉法 中華民國法律 我們的重化辦法 我們的獎勵平均地權條例 都一再強調 自辦重化 需要有地主過半面積同意 過半面積同意 也就是過半的產權決定 才能夠讓重化會成立 但是很清楚的 法院的司法過程 已經明確顯示 單元的重化會的理監事會 明顯違反法令 明顯違反了 這個 塔中華民國的相關重化法令 所以第一點 我們要求 台中市政府 應該負起行政責任 負起政治責任 依照獎勵重化辦法 第十三條 重化會嚴重違反法令 台中市政府 得命令他解散 我們上街頭 我們遊行抗爭 台中市政府 我們不知道來了幾次了 林佳龍政府 完全知道問題在哪裡 完全知道我們的訴求 他手上 有非常多的行政工具 可以引用 但是這兩年來 他完全沒有作為 完全沒有任何的回應 我強調 今天我們的 台中市政府 是有做 可作為 但是不作為 他根本是一個 婆鳥的師父 所以 我們在此要求 台中市長林佳龍 因此來面對 他手上 有著 行政訴訟法 第117條 第117條 奉以他的這個權利 他可以 撤止 撤銷 重化會的這個 強制執行的決議 林佳龍市長 必須要被 黎明幼兒園的 後續的發展 負起 所有的政治責任 今天 因為 黎明幼兒園的抗爭 因為 黎明幼兒園的拆除 引發了社會大眾 全台 非常大的憤怒 之後 黎明幼兒園保留行動 絕對 黨裁到底 其中 如果發生任何的 衝突 任何的黨裁行為 林佳龍市長 要奉取 完全的政治人 全剩你一個 全剩你一個 不猜 你在怎樣 阻礙大家發展 大家都要正權 你的地址戶 就是你 被你看 阻礙大家發展 大家正權 你 我跟你講 二十天之後 我就把你的幼兒園 移回平地了 你敢說 信你 我佳龍市長啊 一直以來都 非常的支持這個 黎明幼兒園 我一定呢 可以保證他 在這邊 繼續的下去 可是 大家也希望不要忘記了 這個黎明重劃會當初啊 是我們地政局 合法核定的呢 來 大家剛剛都聽到了 我們市政府說 重劃會是合法的 那重劃會 就一定會是合法的 來 你 找八百萬 二十天之後 就可以把幼兒園 全部採平 至於你啊 找兩千五百萬 再來繼續跟我談啊 啊 下班吧 讓我們一起 拆出兵子鋪 看喔 注意點 啊 司法探權不公 司法探權不公 司法初任面對 司法初任面對 司法探權不公 司法探權不公 司法初任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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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初任推 細�泉脫跑 最後显這挺立櫻 救助黎明 救救黎明 再送避 加上 後 boring 林家瘟出來 你們不要擋 我告訴你 你不要擋 我一定在這裡 送到林家瘟出來 不出來面對 我們就不擋 林家瘟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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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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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護膝者 負責人理依法的企業權利 林家瘟出來 護膝 護膝 行政程序法 第13條 劉慧 劉慧過來 劉慧是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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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慧是第二次 劉慧是這裡 劉慧是 你不要快了 你走 不要再快了 起來 全部起來 起來 我們暫時強制的依據在哪裡 我們依照警察制權行事法 其實是你們的意義 女生男生更慘了 你們跟律師講啊 我們律師在場 你們這麼差勁啊 我們跟律師講現在腳在場 我是劉淑儀劉律師 請問目前實施強制的依據在哪裡 我們依警察制權行事法 及實施強你們的意義 請做成書面意義的回復我們 你可以這麼抓人 請做成書面意義的當場回復我們 我們依照警察決行事法 可以當場對你們的行事實施強行為 依法 依義 你將人從一個地方 帶到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在執行驅離 就是在驅趕 這是警察強制力的提醒 等一下 放輕鬆 放輕鬆 先把他鞋子 盡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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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你是什麼單位 哪裏是什麼民主委 哪裏身為現場主外官 那很把揮下的 嚇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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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由我們毫無法紀的法院 我們的市政府 我們的警察 我們的重劃會 他一手造成的 這一些機關他們形成了一個共謀 一個共構 來謀害了黎明幼兒園 導致今天的局面 我們始終會在這裡捍衛黎明幼兒園到底 如果台中市政府今天下不來 今天沒辦法給回覆 我們就下個禮拜見 我們很快就會再見面了 你們再不出來沒關係 好不好 我們再次幫你們躍人加油 恐龍法官殺人 恐龍法官殺人 鴕鳥是府踹共 鴕鳥是府踹共 恐龍法官殺人 恐龍法官殺人 恐龍是府踹共 恐龍是府踹共